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Melody 早上 有意思 你好 我是Jason 林真潜 来到每逢星期五的Melody 一周all in 今天好几个课题一起来探讨一下 当然都包括我们2025年的财政预算案 先产生我们的史迪军大作者洪卫祥律师 洪律师早安 Jason早安 所有听众早三好 上个星期五我们的首相兼财长安华 就已经跟我们宣布了2025年的财政预算案的一些点滴 那洪律师看了整个财政预算案的整体的表现 又有一个怎样的概括呢 整体而言这个预算案是非常非常令人失望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 当然首先大家看到的是 这是一个史上最高的预算案 每年的预算案都会比前一个预算案高 这个是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们国家人口会增长 我国的经济也会增长 所以每年预算案即便你按照同样的比例来拨跨 它也会比去年高 除非我们的经济萎缩 那才会造成我们的预算案数额变小 但今年的预算案它的拨款涨幅是非常吓人的 大家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 今年是4210亿 去年是3938亿 当然兼中还有附加预算案 这个我们就不比较了 因为今年的预算案也应当会有附加预算案 几乎每一年的预算案都会有附加预算案 所以我们就用预算案宣布之后的数额来比较 代表今年大起272亿 也就是6.9%的涨幅 这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你只要把去年跟前年的相比 他们的涨幅只是1.99% 还不到2%的涨幅 在今年5月时所宣布的公务员加薪 这公务员加薪一开始说加薪13-15% 后来在不断累进的宣布之后 变成42-45% 所以在今年的预算案里面 公务员的薪酬和退休金 就分别分掉了1,059亿和406亿令吉 我单单是这两项就35%的财政拨款的数额了 要知道在去年同样的公务员薪酬支出和退休金 总数加起来比现金比今年是少了181亿 我再举出另一个数据 其实从2018年改朝换代以来 至2019年开始的财政预算案 我国的发展开销都稳步增长 在2018年的发展开销是16.4% 到2019年变成17.4% 再到2020年的18.9% 然后2021年是21.4% 2022年是22.3% 所以用了5年的时间 从16.4%增长到22.3% 虽然发展开销的占比还是偏低 行政开销占据了7-80% 所谓的行政开销就是给薪水 给退休金给租金给保养费 给利息还债等等 所以这些钱支出太多是不健康的 发展开销才是拿来发展国家 来建设国家的 所以发展开销必须占据更高的位置 它才能造福国家 刚刚我举出了过去几年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占比还是10多到20% 可是每年都在进步的 可是来到今年 却逆转了这样子的态势 从联合政府上台以来的三份财政预算案 它的发展开销的占比在逐年减少 现在已经从2022年的22.3% 跌到2023年的21.6% 再到今年的20.4% 这是令人担忧的事情 好 谢谢洪律师刚才所分享的这些数据 因为在每一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 可能真的是有太多政策和环节 大家未必会关注每一项 那刚才听了一些可能数据 一些数字之后 可能也会让大家有一些吃惊的一些地方 那稍微来我们继续来看看 这个2025年的财政预算案 当中的政策 有哪些是具有争议性和让大家疑虑的 又有哪些有可取之处的呢 首者Melody 周深的虎外加上浪真情 该叫Melody 要走All-In 我的心想那一条时间 去哪找在红伟祥律师 洪律师你好 先生你好 所有听众早安 那上一段呢 我们有看过了2025年的财政预算案的 笼统的看法啦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直击重点好了 那在这一次呢 也引起了一些大众的争议 还有疑虑的一些部分 或者洪律师可以给我们挑出几个 来跟大家解说一下 除了刚才所提到的 另一个感到担忧的 就是我国国债高期 当时在2017年2018年 我们的国债还没有到7000亿马币 就算加上这一个 包括OneNDB 包括一些政联公司 GLC的担保也在一兆左右 但是短短的六年时间 来到2024年 我们今年的国债 已经飙涨到1200多亿 这是没有包含GLC的担保 如果包含GLC的担保 是一兆5900亿 所以可以说跟2018年 改朝换代之时相比 是翻了一翻的 而且我们明显钱不够用了 我国的预算是赤字的 也就是入不敷出的 可是我国政府却还大撒钱 比如刚才我们有提到的 行政开销大幅增长 还有非常引人诟病的 就是印100万本可兰金到外国 说要宣扬可兰金的中庸思想 去抗击这些Islamphobia 当然这种行为是对的 可是你印100万的可兰金 有效果吗 而且两年前政府 已经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了 那你今年又重复同样的事情 而且你说要抗击瑞典 这些保守派政客 污蔑伊斯兰的这些言论 这是两年前发生的事 为什么到今年 还要再重复过往 已经做过的应对方法 这些都没有给到任何解释 这一方面当中 这些所谓可能让疑虑的地方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继续的去做 或者是增加 那我们这个就真的值得去深究了 那当然我们有不好的地方 还是有好的地方的 在这次的这个2025年的 财政预算案当中的 有哪一些是比较可取的 然后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发展呢 是比较有起到正面的影响的呢 比较可取的 当然就是Rationalize 就是合理化我国的津贴制度 我国津贴在去年跟今年 预算的津贴都要高达500多亿 你可以看到4000万的花费其中500亿 是拿来津贴的 然后1500亿是拿来还薪水的 当然这一部分 这两个相加起来就高达 50%的财政预算案支出 这是多么吓人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应该要开源截流 那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 流产民其中一个津贴最大部分的 也就是汽油津贴 将会在明年年中的时候来实行 其实这是一个好政策 但是这一个好政策 必然会引起社会动荡 所以每一届的政府都不愿意去撬动 这一个板块 那联合政府直上台第一天 就说要做这一件事情 希望它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架构 完整的方案 可以尽量减低对市场的冲击 当然它说只涉及T15的这些高收入群体 会被剥夺掉这个今天 你要怎样去进行 到现在政府都没有一个方案 所以这一些都是要尽快给我们知道 然后其实政府它在预算案有提到 将会提成公共行政效率承诺法案 就是减少官僚主义 加快流程和提高服务效率 我们都知道公务员拥走 是我国一直以来面对的问题 那按照政府说法 它将会提成这个公共行政效率承诺法案 来转变这一个情况 减少官僚主义 然后让所有政府部门的作业更为精简 更为有效率 这当然是对一个国家的好事 外国人要来投资 我们要成立公司 我们要跟政府部门接洽 其实是日常的活动 如果你的效率降低 那我们就要花费很多时间成本 所以这一个也是有积极的面向性 希望政府可以切实去实行 是的确有很多的一些政策 宣布了之后 那就会引来更多的一些提问 这些我们真的是要等待 有更多的一些答案 到时我们再继续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那稍后来我们在melody一周all in 就关注好几项的社会议题 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看看这一个事件 那在新闻当中看到有位无疑的女子 就是一用这个石头去猛杀修理车的挡风玻璃的影片 在社交媒体上面疯传 就引起大家的困惑和惊讶 那警方呢证实接获这个女士组报案 指这个所谓的拖车佬了 拖坏篱笆去强行的拖车 那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呢 这个女士组的轿车呢 确实已拖欠银行的车贷大概是六个月的时间了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一般上如果说拖欠了这个银行的这个车贷的话呢 银行方的正规的流程应该是怎样去进行的呢 Denson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啊 公众都必须知道这一个拖车流程啊 毕竟我们买车在马来西亚通常都是借贷的 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在讲这一个程序之前 首先这一个无意女子的案情其实是有案中案 就是她买的这一辆车不是直接购买 她是买了二手车 二手车买了之后又没有转名 所以前车主在没有偿还贷款的情况之下 银行金融机构才会来拖车 所以女子是非常的不爽 她才会砸车泄愤的 就是说这个车我已经付完钱了 为什么你还要来拖车 但是从这一点就要特别提醒大家了 你买二手车买车子一定要转名 而且根据我们的法律 如果你车子还欠着银行的贷款 其实你是不能够买卖的 你一定要关心欠银行的钱 你才可以买卖 因为我们的车子贷款是higher purchase 其实车并不属于我们 我们只是租用者 车的所有权是在银行那一边 等我们还完钱了 我们才跟银行赎回这辆车 所以这一位女子很明显 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这一个买卖也是无效的 在法律是非常清楚 那杰森提到的关键 拖车是不是有什么程序 其实是非常严的 拖车的工作必须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在其他时间是不允许的 你也不可以去私人的地方进行拖车 比如我的家里面 你是不可以破坏泥巴 爬进来来进行拖车的 除非你有获得艇力或者是车租 我允许你进来拖车 公共假期也不能拖车 然后在拖车的21天前 银行必须先出一个通知信 给汽车持有人告诉你21天后 我会来拖车 那在21天到期的7天前 他又要再发出多一个通知信 来通知你剩最后7天的 你赶快还款 整个程序是很清楚明白的 那这一个案件会引起争议 除了女士泄愤之外 警察介入调查的主因就是 这个拖车佬没有出事信函 你是不是真的代表银行来拖车 不得而知 而且很明显 你破坏泥巴爬进私人的住屋 来强行拖车 这一点是违法的 是一个刑事案件 所以警方是从这一个角度调查 因为像这一次是有这个强行去破坏那个里巴门 然后那就去拖车 然后又没有那个证明性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像刚才洪律师所说的 他就是犯了法 那其实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涉案人士会面临怎样的一个刑法 然后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我们如果身为那个当事人 或者受害者的话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报警 这一位无疑女士她也做了 所以警方介入调查 私谎民居破坏我们的财务 只要超过25令吉 比如你挂花我的车 你做的这一个破坏是超过25令吉的 其实都是刑事罪 可以罚款 可以坐牢 要被控上法庭的 那除了报警 因为报警是刑事的范畴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民事 我们要向这些造势者 或者是犯案者来寻求赔偿 破坏我的篱巴 你爬进我的家 让我受到惊吓 那你强行拖车 让我的车受到损害 我要要求你来进行赔偿 所以这是民事诉讼 要找一个律师来提告 所以这个是车主 或者是面对这些违法情况 你可以保护自己的一些方案了 了解 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些做法了 那如果真是不幸遇到这样的事件的话 至少我们知道 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那稍后来我们看看另外一个事件 也是引起大家很多的一些好奇和疑虑的 就是在这个23年前 涉嫌就是一个分尸案 被控谋杀罪成 然后判处死刑的一位前求犯 为什么说是前求犯呢 因为他已经被释放了 当中是什么一回事呢 稍后来继续聊 首次Melody 券人向善 那可是呢 他的这一个分享 或者是可能他写的一些intro 就让他觉得他 人家还没有悔意 还蛮骄傲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件好了 这一位凯鲁安华呢 是怎样从原本被判死刑 然后到现在可以获准释放出来呢 首先这个案件是发生在2001年 当时是轰动全马 因为这个案件被誉为 史上最恐怖的分尸案 这一位犯案者把一位华青 40岁左右的华青铁匠 给分尸成八段 而且分尸成八段 是把他的性器官 把他的内脏全部都割掉 涉案的法医 他们后来收集尸块 是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和很长的时间 才能把整个遗体给完整化 所以当时是轰动全马来西亚 而且这一位凯鲁安华 他当时被捕的时候 他家里是有这些邪教仪式 比如蜡烛啊一些经书啊 所以被视为是一个邪教的行为 所以这是引起侧目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那为什么他明明是被判死刑 他为何会在坐牢了23年后 可以被释放 其实首先他是先获得了 吉打州苏丹的赦免 从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就有废除强制死刑 就是判死刑的斟酌权交给法官 而不是像一些法律之中 只要你有罪你就是死刑 所以当时提成这个修改法案的时候 就一拼也废除了终身监禁 把这个监禁的年限最高定为40年 所以凯鲁安华的案件 在相关法律通过了之后 就交回法庭来宣判 他的刑期就改为 从2001年被捕时算起的35年 有期徒刑 那35年他个人品行良好 然后扣掉假期 他就在服刑了23年之后 来出狱 所以整个情况是如此 他获得了两次恩惠 一次是吉打州苏丹的赦免 另外一次是政府 废除强制死刑 及废除这一个终身先进的修法 所以让他获得了可以出狱的赎光 那我好奇问一句 如果说像子 他算是被再重新再判过吗 那重新判过之后 可能就譬如说像死者的家属 就是有权力去提供的人的话 他们还可以去上诉或去反驳的吗 其实他也不是重新审判 他是肯定有罪的 只是他的刑罚因为法律的修改 所以他的刑罚在减少 那Jensen所问到的他家人可以做什么 其实不能做什么 因为刑事案像这种杀人放火 像我们刚才说的死创民宅 这些刑事案其实是交由政府 交由国家由总检察官来进行提告 因为他触犯的是国家法律 所以这一个国家法律 完全是由政府所操刀的 我们事情小明 即便你是受害者家属 是没有智慧的余地的 所以即便多么不满 家属也必须接受这样子的裁决 那家属是不是可以求偿 当然可以 但是民事案件的求偿 是六年期限而已 你不能在他出狱之后 才来进行求偿 因为已经超过23年的时间 那我们就不清楚 在2001年的时候 这位蔡先生的家属 有没有提告这一位杀人犯 来进行求偿 但是其实他都是杀人犯了 他也已经被判死刑了 你再向他求偿 也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一个将死之人 他也肯定没有钱来还你 你就算告赢了他 你花费了律师费 花费了糖费 你最终也只是拿到一纸判决书 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所以我国法律对于给家属 所给予的保障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 这也是我国法律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再加上呢 就凯罗安华也最近在TikTok上面 开了这个新的账号 分享一些生活的点滴 劝人向善 可是也引起大家的震惊 还有愤怒 因为可能他有一些分享 或者一些态度 是有一点点很像没有回忆的那种感觉 那当然这一方面就交由大家 要不要去看他所谓的这个账号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就只能聊到这一边 那我们下个星期呢 同样的时间 我们依然会有 洪伟祥律师的分享 还有分析 谢谢你洪律师 谢谢Denson 谢谢所有听众